之前江书莹现身湖北武汉杜沙夫人落相馆的接木仪式 入驻杜沙夫人落相馆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举动吧 但在接木仪式上江书莹还邀请了一位当时湖北抗议护士 之前湖北疫情严重的时候有一位白衣战士 也是江书莹的粉丝在微博给江书莹留言 我在湖北等你 现在两人终于按照约定见了面 而且是在这么有意义的时刻 粉丝激动地在个人手摇平台访问称 心情无以言表 感谢江江让我圆满 真的太美了 随后江书莹转发并捧而成 小周谢谢你在武汉等我 带到了一束樱花开 也盼到了你安稳归来 我们都没食言 感觉好暖心 江书莹这次没有在搞笑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而是展现了细致暖心的一面呢 不愧是女神 关键时刻绝不掉链子 啊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